有了阳光,你很快就能长大了 猪猪 卡卡,小明 童话小镇要开园了 后天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好哦 我准备了好多零食 我们可以一起野餐哦 我也带着相机来给你们拍照 哇,听起来好棒 那后天我们就在童话小镇见咯 太好了 猪猪再见 后天见 野餐,那我也要准备些什么才好 花开四季,处处流芳 香香花店全场打折 请进来看看吧 鲜花,对 用来装扮餐店一定很美 你好,我想买束花 买花?欢迎欢迎 我的店里有好多鲜花呢 请跟我来 哇,这里可真美 哦,对了 你可以叫我悠悠 你想选什么花呢 我可以一一为你介绍 谢谢,我叫猪猪 选花吗 我不是很在行诶 玫瑰怎么样 花语是永恒的爱 或者百合花呢 我想挑选一束能为野餐营造氛围的花 哦,原来如此 看我的 哇,你好厉害 这么快就做好了一个花篮 你喜欢就好了 喜欢,非常喜欢 我就要这个了 太棒了 我终于成功卖出去第一束花了 第一束,怎么会呢 客人们只要一看到我就不愿意买花了 快赢快赢 我们来错地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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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又都能开花店呢 它的花会不会都是臭的呀 嗯 嗯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大家接受我的鲜花呢 别难过 一定有办法的 嘿嘿 你的经历 让我想到故事博物馆里的一本书 不如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哼 看书 啊哈 也许这本书可以帮助你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蘑菇村坐落在雪山脚下 这里生活着一群拥有亮丽毛色的兔村民 他们世代在此久居 而村里还有一只与众不同的兔子 它不仅耳朵异长一短 就连身上的毛发都是黑黑的 哇哦 嘿嘿嘿 我们现在是蘑菇村村民了 耶 快 快跟上 啊 森林探险可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们不跟上我 遇见狼群可没人能帮你们 啊 这里有狼群 别担心 家里是蘑菇村最强壮的兔子 只要跟着他就很安全 我们走 那好吧 瞧瞧这是谁 波比 蘑菇村里唯一的黑兔子 哈哈哈哈 耳朵还一长一短 你到底是兔子还是老鼠呀 哈哈 我 我 喂 他的耳朵一定什么也听不到 哈哈哈哈 嘿嘿嘿 我们走吧 不要为难他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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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蘑菇 我的蘑菇 就让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我们走 哦 谢谢你们 听说附近有狼群 你也快点回家吧 哦 哦 这好像有点危险吧 快点 小心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刚刚不是还为薄饼出头吗 现在我才不救你们 我们走 喂喂喂 快回来 哦 哦 薄比 我 我听见你们在呼叫 你的听力好棒 那么远都可以听到 啊 啊 你们听到了吗 手指断裂的声音 哦 没有啊 哦 啊 哦 不好 是雪崩 大雪就要把蘑菇村吞没了 嗯 那我们赶快去通知村民们 嗯 啊 啊 啊 雪崩要来了 大家请赶快撤离 啊 啊 啊 这怎么可能啊 雪崩 雪崩 是真的 我听到声音了 已经越来越近了 就是那边 你们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没看到啊 我看 不是在骗人 对 你根本什么都听不见 听不见的黑兔子 对对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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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伯比 你救了我们 看来你的耳朵很灵光嘛 伯比 对不起 我不敢嘲笑你的耳朵 以后就让我帮你一起采蘑菇吧 好啊 雪崩以后大家回到村庄 重新建造房屋 伯比不再孤单 和大家愉快地相处 开始了新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伯比被大家误会的感觉 我太了解了 但是伯比用他灵敏的耳朵 消除村民对他的偏见 你也可以用你的花 证明你是一个专业的花匠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珠珠 谢谢你 如果能让大家多闻到花香 就会接受我的花了 现在 出发 花开四季 处处有了 你好 送给您的鲜花 哇 好美的一束菱兰花 好香啊 可以送给我一枝吗 我想要这枝百合花 当然可以 哇 海棠花 我想要这个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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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臭 母 一定是你 不 不是我 啊 竟然是臭药 喂 快点下车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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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闻到那个味道了呀 那是我刚刚不小心放的屁 珠珠 谢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给大家送花 可就算是免费都送不出去 别难过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总会有办法的 谢谢你安慰我 也许真的没有人会享受又买花 游游 珠珠 原来你在这里呀 小明 发生什么事了 童话小镇出事了 什么 因为这场暴雨 那里的布景都被重毁了 我们快去看看 您好 请问您是这里的负责人吗 是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童话小镇吗 我刚刚定了新的绿纸 说要十天以后才能运动 可是明天就要开园了 该怎么办呀 这么久 我有一个好主意 能帮忙修复童话小镇 别关门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哇 你有这么多的花 童话小镇有救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珠珠 你用这些花装扮了整个童话小镇 多谢你 不是我了 是我的朋友犹犹 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花匠 是你 是你 你们认识 公交车上见过 对不起 之前我太没有礼貌了 没关系 多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个忙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童话乐园 开门了 这里太美了 太美了 太棒了 真漂亮 我们要学会积极地表现自我 让大家看到自己最优秀的那一面 才能走出困境 迈向理想的彼岸